桃园某国小就读五年级的男学生被多名家长指控 长期在班上殴打 用下体磨蹭其他男学生 上课时还会发出不堪入耳的呻吟声 还有猥亵动作 让女导师不知所措 是议员万美林今天质询教育局长高安邦与该校校长 执校方未一规定进行校安通报 释放任该生持续脱续 明显失职 该名校长解释 可能校方与该班导师处理认知有落差 才会造成未及时通报 校方已完成上报 并召开信评会与调查小组处理 教育局长高安邦也说 有行政书是会依法办理 该案将组专案小组调查 并积极辅导该生脱续行径 四名受害学生家长 今天到桃园市一位国民党团办公室陈晴 不满孩子每天上课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很担心又被该名学生伤害殴打或是被用下体进行猥亵动作 只想要有安全的学习环境 不要再受惊害怕 万美玲说该生从低年级开始就有霸凌等情况 过去曾因打伤学生闹上新闻 不过事件频频 该生人未收敛 持续变本加厉 除了骚扰其他学生 在上课时还会发出不雅声音 还有猥亵动作 连女老师也不堪其扰 教育局是不是不处理霸凌 看不到性骚扰 万美玲说该生脱续情况已久 校方应及时通报辅导 教育局也该介入协助 他也很担心该生是不是需要专业医疗协助 未来若不幸发生社会事件 师长难道不会自责吗 桃园某国小发生男学生霸凌事件 是亿元万美玲 今天执询教育局与该校校长 执校方未一规定进行校安通报 释放任该生持续脱续 明显失职 记者张玉珍摄影 分享桃园某国小发生男学生霸凌事件 是亿元万美玲 左今天执询教育局高安邦 右执校方未一规定进行校安通报 释放任该生持续脱续 明显失职 记者张玉珍摄影 分享四名受害学生家长 今天到桃园市一位国民党团办公室 陈晴是亿元万美玲 右请是福教育局长高安邦 左说明记者张玉珍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